OK的大概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刚刚那个问题说为什么他这个几率不对 主要原因我刚切过来这边看一下 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还没有切过来之前我其实有看到一个一个状况 什么状况 比如说我切到这边这边有个range range过来之后我就看了一下 他这个范围 里面的大瓜糊就是范围嘛 第一个是36 没错 可是呢你会发现 后面这边 03 有点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呢 前后有什么 双引号 有没有 那有双引号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就是说这个里面放的并不是一个数字 而是 就像这个03有没有 虽然你现在眼睛看到的是 一个数字 但实际上它里面是一个文字 那文字呢就不能 没办法做什么 做那个一个 计算的 有没有 03 有没有 他 我们也 直觉啦 人看到是可以用 是一个数字 但实际上在Excel的认知 这个是03的一个文字 他不代表 他不是一个数字 所以他也就没办法帮你去做什么 做一些像康义 他就没办法 帮你去做统计 所以怎么办呢 到底很简单 如何把什么呢 把03 这个03 有没有 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3 外面没有双引号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可以让我们正确的统计出来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把文字 变成数字 文字变数字 可是文字要怎么变数字 所以这个就是我前面好像有讲 不知道各位 不知道有没有讲过 好像印象中是 有提过的话 所以第一件是怎么样 我如何把这个03 08 有没有 这些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 你也可以看到 他如果是文字的话 他的什么呢 除尘格的左上角 会多出一个绿色的一个标签 这个也可以 帮助我们判断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做一个统计资料 特别注意 这个也是一个蛮常遇到的陷阱 为什么因为常常 我在那个外面授课的时候 常常也有 同学 奇怪 老师为什么明明资料没错 但问题统计出来 结果就是错误的 原来 就是你的资料并不是个数字 而是一个文字 那怎么转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我假设我这边总共特别号 到6 1到6 总共7个栏位 那我就先在哪里呢 现在也许我先在 旁边先做一件事 我要把这7栏 转成另外的7栏 那里面的话呢 全部都变成 文字变数字 其实可以用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其实这个 假设 我们感受c 栏位名称也顺便过来了 我要把 这个 7个栏位 变成什么呢 我要的 就是说 这7个栏位里面 都就是把文字 变成数字 OK 做法的话 第一 游标先放在i2 2的话呢 插入这个 函数 记得找到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呢 专门是做什么 把 这个文字 转换成数字 哪一个才是 其实你会发现 这边下面 其实都有说明 不过刚好呢 它的位置 刚好在最下面 有个叫value 这个 函数有 有讲过吗 有用过吗 有没有 好像有特别 提一下 就是说这个函数 蛮重要的 他主要的作用就是什么 将文字资料 转换为数字资料 那其实刚刚我们把那个什么 03 要变成3 其实就可以靠他就好了 OK 所以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 我就先 选value 第二个话跟他讲说 你帮我把特别号 特别号里面的资料呢 帮我转成 不过好像特别号里面已经是文字 所以其实你可以 跳开 好像 好像是1到6 不过没关系 我们全部做 按确定 那 再把他怎么样 向右填满 向右填满 因为他会去抓什么 1到6嘛 所以1到6又过来 看一下向右 各位没有发现 这个value 蛮厉害的 有没有 03 变成3了 OK 有没有 然后08变成8了 而且你会发现那个标签也不见了 所以其实主要利用什么 利用value就OK了 底下这些怎么做 其实就把他向下填满 或者你快速点两 我记得他会抓隔壁那一栏 所以点两下 这样全部OK了 再来当然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 要不是楼下 要不是就是什么 把这个范围盖过去就可以了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他盖过去 我把这个Ctrl Shift向右向下 这个把它剪下 Ctrl X 或者按右键剪下也可以 那记得把他盖上去 Ctrl V贴上的时候 是直接从这边贴到这边贴上 但是他会出现什么 诶错误 所以记得 如果你发生错误的话呢 记得这边 记得用什么选择性贴上 我把它Ctrl 字一下 记得 如果要贴过来的话 记得要贴上的话 要用什么呢 选择性贴上 只有值 OK 再一次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后Ctrl C 如果现在把它重新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来的话 选择性贴上 记得 如果你直接贴 为什么会错 因为他原来会参照到这里 这个参照到这里 你把它贴过去的时候 他的参照位置不见了 所以他有REF的错误 所以你要贴的话 记得 选择性贴上 把什么呢 值贴过来就可以了 OK所以关键地方 我把这些范围做好之后 再把它选择性贴上 用值的方法盖过去就可以了 OK那这样的话呢 应该就会 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选择性贴上只有值 OK 那这个范围就不要 所以把它删除掉 那你会发现这个 里面的话就不会有标签 而且呢 就会是一个 这个数字了 那如果改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边 的结果 你会发现 他的几率有没有 就会 从原本的万分之 多少 把它 变成了万分之两百多了 再看一下康乙福里面有没有错误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刚刚的那个 有没有 03 本来是这样 03 现在有没有 没有双号 那表示这样统计出来 就不会有问题了 OK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 把那个 大乐透的 统计分析也做出来 所以特别说今天的话也许 我们会有个延伸 等于是大乐透的第3单元 把这个 最后的 这个部分给做完好了 等于有点像复习前面的 然后这个 这个我想前面有做过 待会我们再来看 底下也许把这个按钮前7名 再给把它做过 把公式 把程式 拿来用 其实就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来 切一下 谢谢